第22集 人从水里看天上飞的海鸥 下列合者为合理光线的路径 我们知道人要看到海鸥 是海鸥的光进到人的眼睛中 所以光线要从海鸥进到人的眼睛 所以我们答案会选的是 B或者是C的其中一个 那么现在光是由空气进到水中 那我们晓得折射定律 角度比较大的 代表了光速比较快 而我们的光的速度是真空大于空气 大于水大于玻璃 所以从空气进到水中 它的光速是变慢的 所以折射角要变小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B 这个折射角是变小的 所以第22集问我们说 下列合者为合理的光线路径 我们答案选的是B B才是我们的正确光线路径